本节目由综身智能理电车独家冠名播出 在显热血激昂的传奇故事 还原理想热情的青春年代 构建新时代栋梁 与历史英雄榜样的艺术桥梁 发现时代精神 打造精神能量 中国文艺与您一同品读 故事里的中国 自2019年开播以来 故事里的中国已播出三季节目 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好评 节目的创作初衷 是邀请故事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登台讲述 深入挖掘经典背后的真实过往 并请演员重新演绎这些经典文艺作品 以多重艺术形式 再现时代经典 有过多少往事 仿佛就在昨天 像知语上的第一种中的一样的态度 如今与我同罪 一样的态度 主义各地产生的态度 如今剧飞逸入 时尺天涯皆遥远 此次重新演绎电视剧《渴望》 让更多的年轻观众 看到刘慧芳身上善良的品质 戏剧总导演田沁心 利用三个舞台和多重的空间 再现了浓缩版的渴望 致敬经典影视作品和人物形象 再次带领观众 走进渴望那段悠悠的岁月 刘大门 这表我给您修好了 师傅告了点油 其实没什么大毛病 是吧 我给您听听 我给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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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真想了 大成真有你的 我给您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监狱里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来 我说 我说连一个亲人都没有 别难过 小王 师父会对你好的 还有工厂 咱们很多同事 师父 你第一句话我听清楚了 那你答应我 一辈子不离开我好吗 小王 你冷静一点 师父 我求你了 别离开我好吗 师父 我求你了 答应我 你不要这样吗 对不起 对不起师父 我失去了你之后 你要是有什么困难 记得叫我啊 妈 妈 她总哭 我还想哭呢 你们两个丫头骗子 加我一寡妇 这就来了一个小丫头骗子 这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呀 你说 怎么过 姐 要不我把她给扔回去 你当小猫小狗呢 你给她扔回去 你捡个小猫小狗 你能给她扔回去吗 不能 那这小人呢 不能 不能 你说你给咱们家 添了多大的乱呢 你给你姐添了多大的乱 刘怀芳 你妈我倒没什么 我说你呢 你从此家屋宁日了 你就等着吧你 你还劲儿劲儿的呢 你找打吧 你小丫头骗子 你敢打你 你还劲儿劲儿的呢 我说你不会了 你偿的那个乱呢 你还劲儿劲儿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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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受养了小芳 我跟慧芳就闹了很多的变怒 护生渴望有自己的孩子 可东东出生以后 我并没觉得日子舒心到哪儿去 我的人生再一次面对一个 让我难过的选择 护生 那篇路纹我给你翻好了 他叫萧竹心吧 对 我跟竹心正在研究课题 我帮他翻译资料 我不懂英文也帮不上你什么 是德文 这 累了就歇会儿 听听肖邦的一大调钢琴曲 记得上大学那会儿 咱们经常一块儿听 后来跟你分手了 我就不再听了 竹心是护生的初恋 要不是当年护生的成分问题 他们俩也不会分开 就在我跟护生 离婚的那天 护生带着东东走了 我哭了好久 然后带着小方 回到了我自己的家 1990年 我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 《渴望》上映 一座四合院 一栋小洋楼 两组似乎三代人的悲欢离合 紧扣全国人民的新鲜 舞台剧《渴望》 邀请到了严妮 李乃文 涂松颜等实力派演员 重塑经典 他们的精湛演技 将剧中的真善美 展现得淋漓尽致 值得一提的是 导演还特别设置了 自行车这一道具 在骑车路上 将刘慧芳 宋大成 以及王滬生之间的 情感纠葛 慢慢展开 大成人老实 他是我们车间副主任 他老照顾我 慧芳 宋大成 教他干吗呀 岳娟 对 这是我的媳妇 岳娟 还知道我是你媳妇啊 你干嘛呀 什么叫我干嘛呀 我告诉你 你要是想捅破这层窗户纸 那咱们今儿就打开天窗 说亮话 岳娟 咱们两家街里街坊就 你甭跟我这儿套词 看我们大成当上经理了 就什么猫啊狗啊的都往上呼 说什么呢你 干什么呢 你说怎么这么难听啊 哟 嫌难听了 甭往一块凑啊 别以为别人都是瞎子笼子的 怎么着 还非得让我看着你们俩 坐一被窝去啊 岳娟 你混蛋 宋大成 你敢跟我动手 我 我告你去 我告你虐待老婆 跟别人胡搞 家去 回家去 你 我 你 汇芳 汇芳 大成 我是真没想到 像汇芳这么善良的人 他这一生遇到了太多的坎坷 我也是没有能力保护他 让他面临了这么多的选择 姐 我渴望一种生活图景 一种温暖 一种爱 一种善良 一种善良 我不想像街坊思琳嘴上说着的 汇芳 汇芳多么可怜 多么不幸 我只想做我自己认为对的事情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选择 但我起码可以选择善良 回家 回家之后的我姐 做了他这一生当中最重要的选择 这个选择 就是把他养了十三年的小方 还给了他的亲生母亲 也就是我 汪雅如 我媳妇月娟 见不到我对她 我总是找茬欺负她 我把她给骂了 结果 汇芳 在医院昏迷了好几天 我以为她醒过来之后 会责怪我 可是她 并没有 我这闺女心善命苦 心里头全是热乎气 眼里就没有坏人 不管受了多大的委屈 她都想着 给别人好 总想做个好人 谁的一生 都有苦难 挫折 坎坷不幸 也有欢乐喜悦和幸福 生活的路上 每个人都怀着满心的渴望 渴望温暖 渴望真情 渴望幸福 在追求幸福的路上 每一次选择 都应该是善良的 在追求渴望的路上 我们都应 做个好人 用摇眼的方式 在线经典影视剧中的相关片段 故事里的中国 在还原作品的同时 也在挖掘经典背后的故事 这次 节目与观众一起打开 平凡的世界 回望路遥 用生命历程写下的文字 分享这部影响和塑造 年轻一代精神世界的经典作品 就秋五年二三月节 一个平平长生的日子 细蒙蒙的雨似夹着一行半叠的雪花 正缝缝凌凌的下大地瓢洒着 死了一块道景致 雪大燃再不会从流 往往和摩托勒地就已经消失得无踪不一了 黄土稿业严寒而漫长的冬天 看来就要过去 但那整整蒙乱的重叠 还远远都没有道理 你敢咋敢的转 砸了咋地 你这转都烧废了 反正也不值钱 那你们就咋吧 反正我抹钱 你一句抹钱 我这婆姨妈妈吃事了 就是 我娘还得抓药了 咋抓 你给钱 你不给 我金融转把你给排了 反正也是废的 我就把你给废了 这真咋了 你 你娘要抓药的 你有娃娃 你个嘴上抹毛的 你把我废了 你得跟我抓药 有法律知道不 你给钱 我抹毛钱 你说那是圣话 眼下 眼下似浓猛 买种子买化肥 借神库 哪个不交钱 都是一个词的详细 你 你凯子个人 你 你 你还个那种的钱 你还我换的钱 你定个神库钱 还钱 还钱 你还钱 住手 我王法链 敢受命 敢受命 你看看 敢打我 男人 敢打你们谁呢 相长啊 丈夫啊 出人了呀 都是一个从得下去 你们是要别思想啊 当初 你们推我带你们去打尴 你们都交好兄弟 现在 我有了困难 咋兄弟变成熊神了 说好的从整顾进来 男人 这么自小了眼 让你们这帮兄弟 说好的月底结账 那么自会耿你们结账 要是不结了 那那我们找城长 找镇长 找政府 找政府 你们还是兄弟吗 兄弟个亲 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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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我的 滚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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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看 走 走 手举起来 这跟举不举手 莫甚关系 是他们打的恶 又不是恶自己留的 这人 又不是回答问题 举身手 你 这个 咱不姓娇 不姓黄 多起勇气 咱再来 再来 拿顺来 拿你的男人气再来 请个娘家借去 去银行去贷 找政府去 反正 俺的男人 是那个敢打敢干 敢带着生产队 是闹蛋干的 损伤啊 好 你不服气 我也不服气 咱们再来 再干 我在外面经历的苦难和挫折 永远丢不掉的 是俺的家 俺的亲人 二哥 二哥 二哥回来了 二哥回来了 快走 娃 二哥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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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身体可硬朗 硬朗 硬朗着呢 他打快 少平 打 二哥呢 快起 快起 你 快起 快起 我 快起 去 我 那ens 快起 快起 我 你 你 的 也谋杂管你的死 嫂子 你把我哥照顾好 我都不知道怎么感激你呢 病好些了没 那想你回来 一家人 过个年 是 我们好好过个年 你也好好照顾自己啊 兄弟 兄弟接上 我们回吧 我怕你收了两 好 我啊 都是后娃 走 回 妈 咱家 我是第一个出去的 咱家 我是第一个致富的 咱家 我是第一个大学生 咱家 我是第一个厂长 咱家 我是第一个品尝到 嗜血爱人滋味的 咱家 我是第一个 看着自己心爱的人 在个人眼皮子底下 就要临耳而去 咱家 司徒政府的服务 也叫散代同堂 广总要走 在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 邀请到了延安大学 陆瑶文学馆馆长 陆瑶传的作者 厚夫 1988年 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长篇联播节目中 最早演播陆瑶作品的 李也木 电影《人生》的主演 周理晶 2015版电视剧 《平凡的世界》 导演毛卫宁 以及陆瑶的挚友 《草谷熙》 他们从各个角度还原 平凡的世界创作 前后故事 江书陆瑶 生于平凡 却敢于追求 不凡的生命交响 孙少廷 终于在大崖湾煤矿 落了脚 成了一名矿工 他自从高中 认识田小霞以来 就一直保持着 每天看报纸的习惯 此时在茫茫雨雾中 少廷撑着雨伞 立在报栏前 他突然被审报 头版头条的 大黑字标题所吸引 南部 那座著名的城市 被洪水淹没了 更让他大吃一惊的是 电文前面 记者田小霞几个字 迅速跳入他的眼帘 啊 小霞已经在那里了 那么 他还能如实按约 赶到黄源来吗 孙少廷想着 看着 在他读完这条惊人的消息后 马上发现了另外几行字 猛然他像被电击了一下 爆炸性的打击 又许 本报记者田小霞在发出这条消息后 在抗洪第一线为抢救群众的生命 英勇气声 什么 牺牲 我的小霞 这 这怎么可能 孙少廷一下子把右手的四个指头塞进嘴巴 用牙齿狠狠地咬着 脸可怕地抽搐成一种怪物一样 洪水 污蔑了那几行字 巨浪 排山倒海般向眼前涌来 东面驶来的一辆运煤车 在风雨中喷吐着白雾 车头如小山一般急速奔涌而过 它几乎和汽笛的喧鸣 同时发出了 一生长蚝 孙少廷 浮在泥水中 绝望的 身影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